记者王善燕嘉义报道,嘉义势力人高中男,女篮球队双双打进HBL,高中篮球以及联赛决赛,前八强,比赛结果男篮获得全国第四名,女篮第七名,今天嘉义市长图醒哲到校未免参赛球员,表示会作为该校篮球队后盾,将协助器材,基层选手配练,球场修上等补助。 此外,市府今年4月26日以公告修正嘉义市体育奖励金设置要点,明定工,私立高中职学校纳入奖励认定范围,学校参加由教育部体育署主办的联赛运动,北奖学校将可申请市府提供的奖励金补助,市体育保健科长李嘉义部充说明,奖励金设置要点公告日之后参赛的奖的学校就可申请, 丽人高中此次参赛是在公告之前,要等明年被奖才可申请。 今天上午台皮篮球队到丽人高中进行友谊赛并举办签名,让丽人高中难,女篮球员变身小粉丝,开心与心仪的球员明星签名。 校长刘雅梅说,HBL4月16-20日在台北体育馆举行决赛,他率200名拉拉队北上加油,五天赛成全琴,成全唱焦点。 感谢市府的支持,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24日起在嘉义市举办,学校篮球队员等135名学生将投入志工行列。 感谢市场